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飞机 无论它降落何处都能吸引人们极大的关注 它满载历史象征着二战时期的关键时刻 它充满了故事和神秘感 这架能从白宫接送总统的直升机 归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它的呼号为夜英 但当美国总统踏上它的一瞬间 它的呼号就变成了海军陆战队一号 美国总统出行也是世界上阵容最豪华的存在 其中还有一辆凯迪拉克一号 无论来到世界的哪个角落 它们都被重型运输机提前运送到目标地点 来到华盛顿郊区 戒备森严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深处 在穿过一个严密的安全警戒圈 就是世上防卫最森严的空军一号飞机所在地 这里可能是世界上特权级别最高的地方之一 只有少数有资格的人可以入内 尽管空军一号很有名 但是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架飞机 因为它并不是特制某架具体的飞机 任何一架美国空军飞机 只要当时的美国总统在上面 那它就叫空军一号 美国总统的鸡群包罗万象 小到37平方米的弯流飞机 大到371平方米的波音747 后者最高时速接近1225公里 这架空军一号飞机是军事化的波音747 它是一座飞行的白宫 高度接近六层楼高 它的长度达到70米 比白宫还要长 一展进60米 飞机的内部平面图是保密的 但报告显示三层面积大概有372平方米 足够容纳70位乘客及26位机组成员 改装包括有美国总统私人办公室 一间大会议室 以及一个全面的加密通讯中心 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架 有互联网和视频通话功能的飞机 美国总统在白宫里能做的事 在万米高空一样能做 美国空军对空军一号负责 并把每一次飞行看作正式的军事任务 起飞前由地勤人员检查跑道 是否有任何毁坏飞机的物体 安全团队观察天空及周围环境 是否有潜在威胁 机组人员在装机之前检查每一样物品 确保机上人员的安全极健康 空军一号上还有两个厨房 所提供的所有食物 都由空军一号空服人员采购 空服人员会随机的在华盛顿各处杂货店进行采购 所以没人能将东西混入所提供的食物中 他们几乎不会从国外市场购买食物 确保机上人员不会吃到任何不知来源的食物 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 机上配有医疗设备齐全的医疗舱 以及随行的全职医生和职勤的卫生设施 在医疗舱有两个折叠架 可以放病人监视器 有一个折叠的手术台 配有手术室灯光 有氧气和除颤设备 但是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有一架一模一样的空军一号 每一次飞行都会派上用场 他们在飞行途中互换两架飞机 机上的人都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 转换的时候会把他们座位上的私人物品 放到完全相同的位置 没有人知道他们互换过飞机 唯一知晓的方法就是飞机后方的尾号 机上还有专供特勤局和各级工作人员办公休息的区域 也有媒体区域和头等舱 整架飞机都相当于是一个商务舱 还有特别设置的访客舱 给总统邀请的特别客人使用 而当总统因突然原因去世时 总统的棺木也会放进客舱 飞机的前脸则是被重新设计过 以容纳总统的套房 在总统套房里有两个长沙发 可以摊开变成一张床 卫生间也进行了创新 飞机上第一次有淋浴就是在这里实现的 这对于飞机可是一个奢侈品 在上层机舱里有一整个无线电办公室 配备多个无线电站 同时配置了四到五个无线电操作人员和87部电话 总统可以随时随地拿起电话打给世界上任何国家 那么空军一号这一大家熟悉的呼号 又是源自何处呢 原来是美国前总统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5月18日 一次令人担忧的飞行 当时他乘坐的是四引擎的洛克希德新座飞机 称得上是螺旋桨飞机中的凯迪拉克 在往北卡罗莱纳州的途中 机组人员在空中交通管制处报到 然后他们听到了一则可怕的消息 另一架航班号为8610的东方航空公司飞机 询问他们是否正在呼叫他 这意味着在同一空域内有两架呼号相同的飞机 这极有可能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如果你混淆了呼号或飞行员 你将很容易让飞机驶入危险航线并发生事故 于是美国空军意识到 必须为总统搭载的飞机定一个特定的呼号 从此空军一号的呼号就诞生了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唯一一次 空军一号在起飞时是载着总统 但是当他降落时 总统已经不是总统了 那就是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辞职 当时飞机还载着他在密苏里州上空飞行 同时福特总统宣布就职 于是这架载着前总统的飞机 临时将飞机的呼号 由空军一号改成了空军特别任务型号 这是唯一一次总统在飞行途中换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 总统随身携带的和密码箱又该如何 由于总统临时换人 那么这个和密码箱还在当时的前总统尼克松手里 因为有可能会因为总统一辞职 一时头脑发热挑起或发起核战争 因此那一天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秘密地通知五角大楼 让他们把和控制权立即交给即将在白宫新上任的福特总统 即使当时和密码箱还在尼克松的班机上 他也没有了绝对的控制权 众所周知空军一号飞机的配色几乎多年来一直未变 这张草图是法国设计师雷蒙德·洛威所画 人们称他为设计了整个美国的男人 他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工业设计师 许多东西的形象都出自他手 从灰狗巴士到好彩香烟 还有埃克森美孚公司 甚至是美国邮政局的商标都是这个法国人设计的 他第一次看到总统专做的喷气飞机时 机身黑城相间且印刷字体堆在一起 他感叹空军一号怎么如此丑陋 于是决定免费帮他改造一下 所以当美国空军1962年收到了这架 专为总统定制的全新远程波音707时 这个法国设计师洛威也受到了肯尼迪的注意 最终在肯尼迪和洛威的共同设计下 空军一号经典配色至此一直沿用至今 同时肯尼迪也非常热衷于让媒体和大量人员 近距离围在空军一号周围 以此来彰显这架飞机的华美 同时这架飞机也见证了肯尼迪总统 从上任到遇刺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刻 很快肯尼迪的尸体也被抬上了空军一号飞机 而空军一号又变成了新总统临时就职典礼的舞台 林登约翰逊就是在空军一号的飞机上 完成了宣誓就职仪式 美国总统换了一届又一届 而空军一号的呼号却再也没有变过 所有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都以能开上这架空军一号飞机引以为傲 这架飞机虽然机身尺寸巨大 但是机动性非常好 可以随时随地空中加油 让它保持飞行不必降落 几乎是美国空军最好的飞行员来驾驶它 它也不用像商业飞机那样通知起飞和降落 为了减低相撞的风险 机场飞行控制员必须为其抵达和起飞清除周围空域 只有飞机左侧会面对公众区域及建筑物 美国总统在飞机右侧的住处不会暴露其外 美国总统专属作驾空军一号的任务 远不止提供稳定通讯那么简单 保护总统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如果这架飞机在飞行的时候 遇到袭击会发生什么情况 空军一号又会有什么抵御方法和攻击能力 其中有一项令人关注的功能叫做逃生舱 这个在电影里出现过 实际在真正的空军一号飞机上没有逃生舱 这只是电影虚构的艺术桥段 但是空军一号装有一系列安全设备及设计 来避开任何潜在袭击的军事技术 包括空中加油能力 红外线导弹和雷达干扰技术 还有最高机密反核预防 在引擎的后面有一种设计在于摩擦带进空气 热追踪导弹会从飞机转移 飞机的表面覆盖了一层电磁层阻挡脉冲 防止和攻击 除了保证总统的生命安全 也保证了总统能行使他的权利 任意时间和地点都能准确无误的指挥军队 核导弹和轰炸机的发展 也要求总统随时和五角大楼及国家指挥机关保持联系 不管他身处地球的哪个角落 如果空军一号受到威胁 空军一号的机长对飞机负罪中责任 他决定飞机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他需要比机上的任何人都要熟知飞机的能力 关于这架飞机曾经还差点被用来当作间谍飞机 在冷战最胶着的时候 艾森豪威尔总统计划飞去苏联跟赫鲁晓夫会晤 当时的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决定在总统专机的轮舱里安装相机 这样当轮舱打开时 相机可以拍摄到地面 同时也能借此对莫斯科进行一番探测 而后因为一架U-2侦察机的飞行员在苏联被捕后 赫鲁晓夫也撤销了对美国总统的访问邀请 自此空军一号上的相机设备也就被拆除了 因为后来他们分析认为一旦总统的专机被发现了是间谍飞机 这种影响将是巨大的 所以这架飞机才最终没有安装间谍设备 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是机密 如果说肯尼迪定下了空军一号的基调 那么灵灯约翰逊总统则是第一个认为每任总统都能自由改造这架飞机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 所以他把飞机上的椅子改造了一下 让别人始终面对着他 他们将总统的椅子称为王座 王座比任何人的椅子都要大 还有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升高 而吉米卡特总统则觉得这架飞机对他简朴的性格来说过于豪华 所以他要求每个人都要自己提行李 而乔治布什总统非常搞笑 他不喜欢花菜 他要求在飞机上不允许出现花菜 但是真正掌握飞机改造要绝的还是理查的尼克松 他希望这架飞机能够彰显他行驶自己总指挥的权力 他在1972年与中国的破冰之行时 就是乘坐空军一号来到北京 并且全程进行电视直播 每一次的总统出行都有空军一号相伴 但是这背后美国空军天衣无缝的任务执行 才确保了任务的一次又一次圆满完成 比如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参加联合国大会 有一辆名叫野兽的武装防备严密的豪华轿车会一同出行 全部用重型运输机进行运送 这是一辆经过特别改装的汽车 简称为凯迪拉克一号 轿车一号或者野兽 通常野兽停在特勤局总部的地下室 要进入特勤局总部停车 得经过各种各样的排查 一辆或者至少两辆相同的车辆 是在通用卡车底盘之上建造的 定制设计的上层构造 由12.7厘米厚的铝 钛 陶瓷和钢铁装甲板做成 窗户可以抵挡穿甲 44口径子弹 甚至燃料箱都有一层特制的泡沫 用以在受到直接命中时预防爆炸 就连这辆车的重量都是非常机密的数字 因为如果知道车辆的重量 就能知道车里有多少装甲 大概12.7厘米厚的玻璃里 加着密度非常高的塑料材料 目的是要减缓子弹穿透的速度 当普通玻璃被击碎的时候 会有上千块小玻璃碎片飞溅出来 容易造成伤害 使用聚碳酸纸的话 它不但可以让子弹停止 也可以不让碎片飞溅 从而保护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 轮胎里有尼龙和凯弗拉 即使遭遇射击也可以让车辆继续行驶 不需要停靠更换轮胎 当美国总统出行的时候 会带着这些装甲轿车 还有当大老板穿过人群 在停机坪上握手时 两辆豪华房车在电视镜头外 不远的地方随时待命 操纵装有装甲的也受相当困难 因为驾驶员看外面是透过防弹剥离 这会扭曲视线 窗户的构造跟日常用车很不一样 车上有许多盲点 这不是开着好玩和舒服的车子 车队所经过的路径上的一切 都会被调查清楚 无论是下水道 井盖还是建筑大楼全都会被检查 但在详细的计划 也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 又不能安全迅速撤离的话 野兽上配有几个绝密改装 目的在于击退攻击 这些车辆最突出的优点 是能检测出某些潜在的袭击行为 当遇到神经毒气袭击或其他情况 车子可以完全密封起来 还能自己供养保护车里的人 同时车队里的其他车辆 也装有在军用车辆里 能普遍找到的反突击装备 它们都配备了各种毁灭性的先进武器 比如这个器官装备 可以终合车队周围整个区域 吸入这种气体的人 会很快想不起来自己的名字 更别说具有袭击能力了 还有一样叫骨壳的弹道装备 在空中炸开后 它就相当于空对地导弹 除了空中和陆地的座架以外 还有一种水上豪华游艇 这是一个长达32米的木体船 这就是海军一号 据报道杜鲁门就是在这个美洲山号上 决定投下原子弹 美洲山号在1977年退役 原海军一号游艇卖掉后的33年 2010年7月1日 一辆全新的陆地交通工具 加入到美国总统车队中 这就是名叫陆军一号的 全副武装超级巴士 它是一辆改装的14米长的车辆 由特勤局设计 在田纳西州由亨普希尔兄弟巴士公司建造 每辆价值110万美元 车辆设计包括零压轮胎 保护肚层 和可进入总统任何保护平台的保护系统 非常全面的通讯整套设备 高级办公室设备 为了以防万一 遭受化学攻击的时候 巴士上据说有灭火系统和氧气罐 大老板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巴士上都会携带着他的血液供应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交通工具 都是要100%确保安全的移送并完成任务 美国总统在出行过程中 如果有紧急情况 或大老板在白宫遭袭击的话 海军陆战队一号 是首先被召唤行动的交通工具 这就是海王 它配备防弹产品及反导弹防御 让大老板能迅速逃离现场 是直升机加入到机群的原因 海军陆战队一号 在1957年左右应运而生 它永远不会单机飞行 你总是会看到 有其他的诱饵直升机与其一同飞行 兵不厌诈 也是他们保护老板出行的常用方法 与前几任老板所有的窄小直升机不同的是 奥巴马的海王机内空间将近有19平方米 豪华的客舱空间可容纳14名乘客 内有一间小办公地点和浴室 还有通讯设备的空间 如果真的有紧急情况发生 海军陆战队一号有几项高科技安全特性 包括加强型铝合金机身 可抵挡高速的撞击 即便三个引擎有一个不能运作 飞机还能继续飞行 还有最新型的军用级激光探测器 和雷达警告系统 即使飞到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 也会带上海军陆战队一号 海外的操作难度更高 因为飞机不得不飞到空军基地 然后将其拆散开来 飞到海外地点再组装起来后 海军陆战队一号长22.2米 高度5.1米 内部的空间面积有将近19平方米 可同时乘坐14人 在重量只能算中等 但飞行速度却是比较快的 每小时可以飞到240公里 最大航程大约为1110公里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美国已经把直升机视为空中交通工具 此时直升机行业最大的制造商 是希克斯基航空公司和贝尔直升机公司 贝尔4期单发轻型直升机赫赫有名 这款精致的蜻蜓于1945年飞行服役 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单发轻型直升机之一 50年代直升机浪潮席卷了美国 贝尔和希克斯基直升机进入军事和民用领域 然而有趣的是 由于直升机的低可靠性 最初这种交通工具 被禁止运送政府高级官员 直到1957年 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这就意味着苏联拥有一枚弹道导弹 可以摧毁美国境内的任何城市 导弹飞行的时间约为半个小时 如果发生这种事件 显然不足以将重要官员 从白宫疏散到机场或其他掩体 所以只能运用直升机运输 第一个吃螃蟹的总统是艾森豪威尔 他非常喜欢直升机 尽管与空中豪华轿车相差甚远 艾森豪威尔的座架 是一款普通的贝尔四七直升机 仅容那一名飞行员和两名乘客 唯一被改进的就是室内装潢 安装了一个政府广播电台 给驾驶舱的灯涂上颜色 不过连空调也没有安装 1954年3月 西科斯基公司研制了S58直升机 这是世界首架 按照美国海军规范研制的反潜直升机 由于其巨大的机头 被美国海军起了个绰号绿头苍蝇 后来该机还授权法国南方飞机公司 在法国制造 授权维斯特兰公司在英国制造 改名为维赛克斯直升机 S58反潜直升机 一共制造了1821架 1959年西科斯基公司 进一步研制出S61直升机 美国的军用型号 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王反潜直升机 这架直升机后来被改进为美国总统的专机 西科斯基S58直升机作为总统直升机 体积更大 配置更豪华 体验感也更加舒适 S58在1961年前一直是总统直升机 后来被西科斯基S61直升机取代 西科斯基公司后来成为联合飞行器公司下的子公司 2015年7月 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公司 以80亿美元收购了他们 911事件以后 白宫要求直升机需配备地对空导弹电子对抗系统 电磁屏蔽 加密通信系统等改进方案 但是由于某些财政原因 这些改进方案几次中断 因为一架直升机的价格就超过了4亿美元 这是非常震惊的 后来奥巴马得知新直升机的价格后 说这太疯狂了 他还是喜欢老式直升机 经过一番周折 直升机合同又交给了西科斯基公司 新的总统直升机于2018年首次降落在白宫 再加上其他改装成本 这架飞机的总费用超过10亿美元 海军陆战队一号 总共有35架 并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全身都是军绿色 它的顶部被特意涂成了白色 外加美国国旗 因此外界也用白顶来代替海军陆战队一号 可能也是为了跟总统府白宫外墙颜色相互呼应吧 当美国总统出国时 白顶直升机也是随同空军一号一起行动的 通常是由美国空中机动司令部派遣诸如C5或C17之类的军用运输机 负责将直升机及其配件还有机组成员运送到出访国 虽然美国总统在出访国并不乘坐白顶直升机 但每次出访任务中 海军陆战队一号会临时驻扎在当地机场的机库中 并实施一等戒备 以便在总统需要时前往接应 一般而言海军陆战队一号负责总统出行时短距离的飞行 行程在240公里以下 例如往返于白宫和安德鲁空军基地 布什还经常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到戴维营和克劳福德农场度假 每当布什出国访问的时候 海军陆战队一号都会被运输机先行送到访问目的地 而长距离的飞行则由空军一号完成 陆战队一号由隶属于海军陆战队海上直升机第一中队操作 该中队驻扎在紧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 队中飞行员共有60余人 而其中有资格为总统驾驶专机的还不到10人 均为海军陆战队优秀队员选拔 每架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都需要一名飞行员 副驾驶员和机组人员 他们还负责运送副总统 搭载副总统的任何飞机都被称为海军陆战队二号 作为海军陆战队海上直升机第一中队的成员 必须要用专业的方式转身 开门以及行走 作为座舱长兼具户骑队和地勤人员的身份 每一趟的空运任务都由他负责舱门的开闭 安全和礼仪 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 对最高统帅提供全球的专属座驾 无论总统走到哪儿 他的座驾就会被运到哪儿 这也是运在美国总统最独特的一面 我们下期见